去过你要没去过你肯定不知道 不是 这玩意 你不能解释啊 你肯定去过 这玩意老爷们基本上都去过 是吗 那你问问台上16个嘉宾是不是都去过呀 我没听说 别人不说只有你说呢 没去过呀 我承认我去过 那你去了肯定是不好的地方 要不然你不能这么说呀 不惜呢 你不太把男嘉宾少了 你把现场的观众都少上了啊 你担心啥 我担心一个女孩给那种地方干活 我怕她鞋身安全啥的 不放心 我感觉呢做人吧 不管说呢你干什么行业 就像台上似的有那个跳拉铃舞的 包括美发的什么开车的什么的 我感觉都可以啊 你这都是靠自己赚钱的 所以呢我不歧视任何行业 只要你是靠自己赚来的钱 才是最美的 对吧 好 深圳不怕有字呗 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 国心也可以了解一下 他从事的这个店 在长春其实挺有名的 是专业的 是专业的按摩的 对 对对对 可能是我心目为独的 好 好 好 3号 吃过劲 你不是高养生的吗 就是那个学位啥的 你说我冬天露脚脖子 对我往后到底是有没有啥影响啥的 那你要是露脚脖子的话 你肯定体内有寒气 然后到那个就是说黏了大一点了 膝盖呀什么都会疼 而且你要动时间长了的话 你的脚脖子会得那个冻床 你反正可凿醉了 你自己招人办法 那我时不时哈汉征啥呢 行不行的 你能天天汉征吗 不能吧 你架不住你天天露脚脖 你汉征的一次补不回来 你岁数大了是啥样呢 岁数大了就像你王哥现在这样 动都动不了 跟着坐着 对 根本都不能顾自己在露不露脚脖了 一坐就在这坐九年 对 就像王哥似的 那他那个总坐着 久坐久站对那个腰椎呀 还有那个颈椎都不好 到时候有可能说腰肌捞损呢 还有说的那个腰椎脉突出什么的 就像你的颈椎 如果严重的话 会那个压迫脑神经 导致你投入 不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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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啊